- 台股新攻略带您掌握全世界 同志们大家好 我们先来欢迎你加入我的9800 最近加入的人还蛮多的 那当然这里是在做结构的转变 那你不用老话一句 山顶上完有谁能赢 底部进场不赢也难 你要记得这是一个观念 好你要稍微忍耐一下 因为今天我们先看一下 先分析给大家听 你注意看这个叫道琼 这个叫道琼 道琼的涨是涨0.67% 纳斯达克是0.29% 投资者你有多久没有看到说 这个指数是有大小的分别 最大的涨是道琼 那你多久没有看到纳斯达克 这涨幅低于道琼的 同样都创新你有多久 通常这个表示说结构在转变 我再讲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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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琼的成分股 电子金融传产 三个 所以电子只有占它三分之一 甚至还不到 苹果也算是道琼的 谷歌也是道琼的 这个电子金融传产 那你纳斯达克就是电子跟生技 现在我把纳斯达克内容看一下 你看昨天苹果仍然是涨的 是创新高的 苹果是权重股 昨天苹果跟生技又同时涨了 苹果跟生技又同时涨了 其他没有什么电子股在涨的 我不曉得你没听懂 好 那这个 那订阅苹果跟标普比较没有关系 你看这个背办有没有 背办涨0.7 说老师不对啊 中美贸易看了就是背办 没有错 昨天就是中美 就是中国官方讲说 美国这个白宫 答应说要这个之前加税 要这个要减掉什么的 但是还没有台湾都骗人的 不管他 昨天 昨天这个 费人办法里涨一段 我叫高通 高通就 高通就等于台北股市的台积电一样 在这个 费成半导体里面的成分当中 它是全职第一名 叫国康 它昨天涨6% 投资朋友请问你一件事 台积电如果涨6% 台北股市 会涨0.7而已吗 台北股市会涨0.7而已吗 我这样讲 有没有听懂 0.7等于台北股市现在11000点了 只有涨70点 台积电涨6% 这70点都是算台积电的 比如说其他并没有动 这样大家应该听懂吧 所以现在的大盘只有在台积电 外资昨天开始卖的 所以今天下来了 昨天开始卖了 开始卖了 这不是一起的吗 涨完工会长合作 因为他们 但是这个毛利都不高了 这不高了 那因为这样子 所以你电子股 你还有那么一丁点的机会在这边绕 你电子还是有点小机会在这边绕的 我跟大家讲 电子要结束了 相信我讲的 我不会跟你讲的 有些股票 电子你看看3324的双孔 我们有一个推论 今天大跌 双孔刚刚才公布财报 前三季比去年大概四倍还六倍的成长 前三季是六倍的成长 今天昨天就跌大跌了 今天根本没高点 根本就是骗你的 骗你的 当然今天这个就会谈上来了 这个就会谈 因为这个就谈了七块钱 不要忘了 是从这里两百九十几块 快要三百块 调到现在这个 来到这个季线一定会有人买 你不用怀疑 买了呢 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破线再谈 破线再谈 然后呢 现在这边准备到底 这个均价线是 是半年线 这下已经季线早就破了 半年线 这是半年线 注意我跟大家讲 这是半年线 现在打到半年线了 我现在打到半年线了 想都不用想 真的你不用觉得很奇怪 科技股跌升了 三五九六的致意 跌了 跌成这样子 你说不会反弹吗 也一定会反弹 从这里跌到这里了 你来看 我们现在看6111 我说游戏类股 我今天这些都留上影线 这也不能说留上影线 就在那边打转而已 你看它这个图形是怎么样 它是底部 你如果再更小的话 更是底部 这不是底部这是什么 所以你不用担心 就要动了 就要动了 我们再来看 跟大家讲的1762的 叫什么 这个 1762 你看一下 1762 看 它就在这边绕 它就是在这边绕而已 1752的 也是我们看好的 它就是在这边绕而已 它就是在这边绕而已 还有呢 4167的 它就是在这边绕而已 还有跟大家讲 不要忘了我们 公序基 它也是 它今天 昨天不是大利空吗 这外资天天在 我不相信外资不知道这个利空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外资 外资不知道这个利空 所以注意我讲的 这些你自己看看嘛 看看图形嘛 就知道 1763 这个底部进场 所以突然你要再忍耐 一天两天 大概应该 因为我们昨天也不知道 突然间 其实现在不断的在绕 绕这个什么 川普啦 这个习近平啊 中美貿易一直 不断在绕这些东西 不断在绕这些东西 不停的在绕这些东西 可是股市涨势有点变吗 尤其在科技股这一块 再大利多就这样子了 没有再大的利多了 那这里就要 你看那个 那个美国 那个美国旅月啦 钢铁股啦 艾克森 美孚式都是用标的 只说波音没有涨到 不涨上来 因为波音问题还比较多一点 浇生啊 做制药的 默克药厂浇生啊 健康照料啊 有没有那种全部代表 健康照顾的 全部都在大涨 不是正你想象中的科技股 我现在唯一有比较有把握的 因为今天这个相关的股票 剪刀 这叫什么 剪刀这个叫什么 剪刀 剪刀 脚的键盘 这个在国际股市还在创新高 还在创新高 我对这个有把握 我的平概股 科技股只有这一档 其他就是生计跟渔系而已 没关系 你很快就知道我讲什么了 我不会随便跟大家乱讲 我之前跟大家讲 这个不能玩了 今天开始重挫了 是不是胜高的 早就涨不上去了 胜高间发布警讯了 你看 这个好像重挫了 重挫了 你这一个月做的全部在里面了 更何况6182这种的 更危险 根本也没涨到 全部吐回去了 这个这个什么 被动元件 你自己看 这头部都出来了 被动元件 为什么 春田大跌了 胜高大跌了 胜高对于这个矽晶元的这个 这个获利差 发生预警 说他们这个这个 要恢复要 恢复要速度要变慢了 特别我注意 我再跟你讲一遍 胜高跟春田 虽然是被是 矽晶元跟被动元件 但是在美国 在日本都是标准的 瓶盖股 所以苹果有那一点 小疑虑来了 苹果一跌下来 生技股就飙 我再讲一遍 你现在看到了美 这个这个中美贸易谈报 怎么利多不断出现 美国的涨幅 已经在缩小了 而且苹果将来 一定会拉回了 这个拉回就是什么 生技游戏 跟一些传产的机会了 叫做新台币生殖概念股 你很快就会有答案 我绝对不会乱讲 你现在不许我跟你讲这个 三顶上网有谁能赢 有些话反弹就是卖 底部进场不赢也难 你现在跟我做的 就是底部进场航股 会让你再让你 至少赚个五成一倍 来台股新攻略 欢迎加入我的LINE 小二组YES528 台股新攻略 祝福你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